仅存的非洲邦交国要掰了 习近平是中非合作论坛大撒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中国的经济现在非常的糟糕 来先跟各位谈一个大架构 我们其实在外交上还是要去寻找所谓的突破口 我们目前在非洲只有一个邦交国叫史瓦地尼 那史瓦地尼在非洲的一个南邦 但现在在整个非洲当老大的是中国 过去20年的过程当中 中国包括了矿业包括了黄金 包括了重工业等等的 他们就先过去 先过去的过程当中 那个其实是包着所谓的糖衣的毒药 为什么呢 中国那时候刚过去的时候 他们就说了 我们跟过去的欧美不一样 我们不会来这个地方来做所谓的一个殖民地 但是几百万人慢慢的移过去之后 现在其实非洲人也蛮辛苦的 为什么呢 非洲很多最好的资源 现在占据住的都是中国 好我们回头来谈这件事情 中国的商业利益的一个介入 台湾仅存的非洲的邦交国 逐渐向北京来做靠拢 那为什么呢 北京最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 叫中非合作论坛 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呢 习近平呢 习大大一上来 哇话讲得非常非常薄啊 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未来的三年 我们会持续向非洲弟兄 他不是讲非洲国家 他讲非洲弟兄 提供3600亿人民币的一个补助 那当然这个都呼口号 这个都是呼口号 那以前的一带一路很像 对没有错 其实架构是一样的 这架构是一样的 但现在呢 种种的迹象显示呢 台湾在非洲仅存的邦交国 这个叫史瓦蒂尼呢 以逐渐向北京当局来做靠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史瓦蒂尼 现在正在对中国来做软化 迫使着台湾不得来 不面对所谓的一个现实 这个就是中国的企业 商业人士 甚至于国家层级的一个参与者 正在这个亡国的经济面 深入扎根 因为他们的人真的多 那多派过去之后呢 加上国家的一个资源 所以很多地方是得以开发的 但现在呢 图穷总是要比线 为什么呢 过去我们刚开头 我们刚跟Grace就跟各位说嘛 他们就说了 我们跟欧美不一样 我们不是来殖民的 但时间点到了呢 他现在就说 他就说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安全上的需求 什么叫安全上的需求呢 你如果有安全上的需求 你需要战机 你需要军舰 还是你的军党 我来帮你盖 这个也都可以 所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个报导 在中方宣布向非洲提供 安全方面的援助之后 他一直讲 他不是讲国防 他讲的叫安全 那什么叫安全呢 你打不赢人家 我帮你 你需要军舰 你需要什么 你要帮我设军事基地吗 没有错 就类似这样子 所以美国 为了阻止 现在中国在加棚 设立所谓的军事基地 也正在为具有所谓的战略位置 中非国家加棚制定经济跟安全援助 所以简单的说 过去因为非洲太远 而且非洲其实长期经营是非常非常累的 所以对于整个欧美来说的话 他们过去殖民 取得很大的利益之后 后面他们就走了 走了之后 谁去逮捕这个角色 中国去逮捕 那中国逮捕了这个角色之后 中国就取得非常多的一个原物料 取得非常多的原物料之后 现在他就跟你说了 你有没有安全上的需求 美国一看不对 后花园要赶快去雇 所以就回头来雇 所以目前美国媒体就说了 美国要去援助加棚 为了要防止中国在非洲 持续地扩大他们的军事的一个存在 但是我们回头再来看 目前中国的军事专家 这个叫张军社 他就说了 中国与非洲的军事合作 是在帮助非洲国家提高 国防自主能力跟军事防御能力 在这一点上跟整个所谓的 西方国家的做法不同 这个是表面 再跟各位说 这个是表面 他暗地里面要的是什么呢 他暗地里面要的是 你在这个国家 我帮你建军港了 对不对 以后我的海军 可不可以来这边加油 可以来这边加油 还可以演习 还可以补给 还可以做电信设备 他们中国去都是一大套 就是我先开发一个地方 然后后面就说 那你的电信我帮你做 你的高铁我帮你做 他们的做法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回来做总结 中非论坛习近平就说了 总共要提供 3600亿的一个人民币 但现在中国的人民很惨 这两天小红书当中 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讯息 有一个在北京实习的 一个小女生就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要当一个停车位 什么意思 要当个停车位 因为北京停车位 一个小时可以收16块钱 结果他们这些大学毕业生 去实习一个小时 只能够领12块半的人民币 他说停车费的收费 都比他的收入还要更高 可是人民过得苦 习近平还说 我要提供3600亿的人民币 各位就知道 一个国家 他们的整个军事的走向 会让整个人民过 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 тор跟坊了的地位 各市 först Erst